无论我们信仰什么,终究都难逃这一场别离 这是作为入联式的小林最大的感悟 当她再次回到家中,美丽的妻子已经在等她了 她脸上略过一丝惊喜 但紧接着妻子就告诉她,她要当爸爸了 但她该怎么给孩子说自己的工作 看来妻子依然不认同她的工作 这时电话响起,他们经常去的那家澡堂的老奶奶不幸去世 这让妻子有了机会看到她的工作 当她看到丈夫为试着清理身体,整理仪容式的专注与投入 看到她为勤劳到最后的奶奶系上生前最喜欢的丝巾 这种善诞生命的方式终于让她明白丈夫工作的意义 当棺木被推进火花楼 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的长者诉说道 死亡就是一扇门 她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个世界 她送很多人穿过那扇门 对他们说声路上小心 寒冬过去,春雨昂然 漫天的樱花美得不像画 本该生机勃勃的季节 却接到了小林父亲的死序 知道消息后的小林 没有悲伤而是愤怒 已经三十年没见的父亲 没有给她足够的关爱和陪伴 凭什么给她送终 在妻子的一再要求下 她带上社长切实的支援 和妻子一同踏上为父亲送终的旅程 面对着苍老的曲线 她依然想不起父亲的样子 直到她掰开僵硬的手 一块石头掉落了下来 那是她六岁时的心意 那一刻仿佛憋在心里的怨气 都烟消云散 她满含泪水 像是耗尽三十年的爱与恨 将她的容颜细细描绘 记忆中那张模糊的脸 方才变得清晰可见 小林握着那颗代表着心意的石头 贴在妻子的肚子上 让小生命感知 窗外光影朦胧 空气中流动着无言的感动 愿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能被温柔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